元宵节已过 但潮汕地区仍在过年 位于广东省浦宁市南西镇的点瞻村 志愿者们看上去更像是好事者 不断给火堆添油加醋 他们的目的是把火烧到一个人高 要烧到这个火很弯 一定要把它烧完 要到差不多一个人多高 这个南方的水箱却要烧出最旺的火 来庆祝他们的佳节 火堆附近高温难耐 但比火堆还要热情的是村里的人 许多人早早在此等候 待村里游神的队伍来到这里的时候 火焰已经高过头顶 点瞻村跳火马正式开始 村中的青年 有的手持旗帜 独自起舞 有的则是四人一组 扛着神像连续跳过三个火堆 黑色草堆 红色火焰 都挡不住年轻人的勇气 记者看到 几位少年在跳之前 用水打湿头发和脸部 仅此而已 村中老人介绍 大家年轻时也都跳过火马 并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 或者特殊技巧 就是凭着一股勇气 跳火马 寓意能扛着神明跳火的人 就能得到神明的厚爱和保佑 点瞻村以一曲火舞 作为自己的名片 但这片土地 还有一曲水与火之歌 点瞻村所在的南西镇 近年来不断打造水经济 看过雄壮火热的跳火马 登上一夜偏周 游客便可以畅游 这个西河密布的南方水乡 据介绍 这里的河道曾经也是污染严重 总长80多公里的水道经过治理后 现在村民和游客都可以享受 这山清水秀的新农村美丽花卷 这山清水秀的新农村美丽花卷 这山清水秀的新农村美丽花卷